杜大姐在杭州西湖区有套30多平方的公寓 说是跟我爱我家中介合作了好几年 让对方帮忙出租 合同一年一签 最近签的是2021年的一份托管合同 租期一年 截止到去年11月21号 每月租金2800 有45天免租期 签的时候呢 是房租是收少个半月的 那么有半个月的房租呢 是1040几块钱 他付房租的时候呢 就付了我600多块 杜大姐去问了业务员 对方回复说 扣了700块钱维修基金 从对方发来的图片看 除了这笔钱 还扣了100块钱的消防器材费 此外对方还表示 相关事宜跟杜大姐确认过 在签的第二份合同上 对方实际是指一份合同附件 叫房屋维修责任书 上面说是房屋建筑年限小于10年的 收取每年500块钱的维修基金 年限在10到20年之间的 每年600块钱 年限大于20年的每年700块钱 责任书最下方有杜大姐的签名 我们当初这个业务员跟业主导 大概说 大概这个合同大概是 差不多应该是看了快两个小时 然后最后签约的 就不是并不是说 我合同拿给他 看都没看 就直接签约的 跟你们我爱我家 起来那么多合同 我能开两个小时吗 我跟你们我爱我家的合同 起来五六分了 你看看那么多 我从来不看的 因为你们是规范的 杜大姐这份2017年签的托管合同上 关于房屋维修有较为详细的约定 后面一年的合同上也是一样 但2021年签的这份合同 关于房屋维修的约定是 依据维修责任书执行 详见附件一 基础范围就是这种是免费维修的 那有些大点东西 我们是要类似就是要收费的 就是我们会给 类似说是买一个 类似就是给业主这个房子 买一个保险 那里面有东西损坏 就是我们来承担 那是强制的吗 对我们跟业主体现都会沟通好 因为这个 业主可以选择不交吗 我们这个是统一的 就是这种 就是必须得有这个服务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维修 我们也遇到过很多 就是后面容易扯皮 这个所以说我们都统一 体现将好 也并不是说完全由你们承担 有一些还是需要这个出租方来承担 出租方承担就是几个大件的 例如说像漏水 然后隐蔽墙里面那个 因为我们这里上面有写 你700块钱最多是承担 7000块钱 它的房子房龄超过了20年吗 因为它这个产权总共只有40年 然后它现在是十几年 因为我们这个是根据 那个住宅的标准去的 就70年产权这样子的 有提到是住宅或者这个商住楼吗 这个上面还没有 但是所以说这个本来我们就是 这个钱已经 就答应退给业主 林店长表示 大概在2019年左右 他们公司针对托管房 开始收取维修基金 杜大姐带来的合同力 没有这几年的 她说可能当时没有选择托管 而是房东执租的模式 维修基金是国家规定的 最好是在新房子交房的时候 国家规定百分之几 是吧 一次性修掉 包括房子也好 宿备也好 你都交个的时候都念收过来 是吧 有问题 是吧 我已经交了维修基金 物业为来处理 你不要你 我挨我家来处理 记者听出来了 杜大姐说的应该是指小区维修基金 一般来说 小区维修基金只有在保修期满后 对物业公共部位 供用设设施设备进行大修更新改造时才能使用 2021年12月 杜大姐向业务员提出了质疑 并表示对方如果不退维修基金 合同就终止 沟通了几天 业务员最后表示 维修基金的钱她自己出 会在下次打款的时候一起打给杜大姐 但杜大姐说 之后对方一直没有把钱打给她 拖了几个月 她觉得给了那么久免租期 再终止合同不划算 就没有选择解除合同 关于维修基金的争议 一直持续到了去年11月合同到期 我如果把房子 当初她交购的时候 我都拿过来 她又不付了 那我到找谁 那我没人好找的呀 那我就只好把房子就不收 你这个维修基金付了 我再把房子念收掉 把手术办清爽 这个我们都说 你要给我们写个收条 前所见不是我们个人说 后面她 因为我这里有证据 你这个不要以收条为目的 那我就是你在要挟我们 不是我们在要挟你们 房子到期了 我们也有那个记录 让阿姨她过来收房 你看得清不清楚 我自己付 杜大姐告诉记者 2月底 中介把维修基金给她了 可她觉得 因此造成的房屋空置 要由中介承担 她自己列出了明细 空置房租6700多 换真皮床靠1000块 少算房租1000多 总共有8700多块钱 我爱我家的林店长说 这几样费用里 他们只愿意承担 换床靠的1000块钱 其他费用 他们无法认可 杜大姐反馈 她后来收到了1000块钱 剩下的费用 考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1818黄金眼 记得报道